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歡迎你參加今天的《色經》的網上討論會 我們仍然在這個主題《聖靈充滿》 然後我們這幾次講到聖靈充滿如何幫助人的靈命 然後我們講到幫助人經歷聖靈,然後提升他們的靈命 首先我們建立自己和神親密的關係,建立聖靈的恩高 因為在聖靈中的運作,我們想建立人經歷聖靈 必定是我們自己多經歷聖靈,全心愛神,處理生命 用長時間去愛慕神,感激神,讚美神 這樣的時候,神的同在就會加強在我們身上的 是可經歷到的,起初的時候的經歷就是 平安、輕省、喜樂、愛、能力、身體的舒服、身體的搖動 這些都是經歷聖靈的時候會經歷的 身體搖動的聖經支持就是 約翰和保羅看到耶穌的時候 他們都跌倒在地上,其實原文是跌倒 就是說在聖靈的同在,人是站不住 聖靈的同在是會影響人的身體的 我們要留意我們祈禱的時候有沒有這個經歷 當我們有的時候,我們越投入愛耶穌 我們就越經歷到聖靈的臨載 越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這樣多祈禱就會越帶著能力祝福的人 有些攻擊的人就說這個是邪靈 在網上有一個牧師很多時候都說 他稱為靈動,靈的活動 他就覺得這些全部都是邪靈的 我個人跟他溝通過很多次 我說我們真的是奉父子聖靈的名祈禱 我們信靠耶穌的救恩,我們都遵從耶穌 我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全部都是正面的經歷 是沒有負面的經歷 沒有覺得有邪靈的攻擊 有些人有邪靈的搞意,因為他本身有邪靈 當他經歷聖靈之後 聖靈將這些邪靈彰顯出來 不過他是不肯聽的 他們的宗派是不肯聽的 他們說這些靈動都是邪靈的 我們回答就是說 因為邪靈都來自魔鬼墮落的天使 他們都是來自聖靈的 三位一體的真神創造天使 天使墮落之後,一樣保持一些質素 就是他一樣會影響人的身體 所以有很多的 有些人的靈界的經歷 那些邪靈的經歷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經歷到身體搖動 擺動,影響身體的 但是問題就是那些人是得不到平安 而且不會愛主,不會帶來悔改的 他們是被邪靈搞妖的 但是我們很明顯有分別 但是他們就不看這些 只是說是有靈動 所以就覺得就是邪靈 那我們的答案就是 邪靈沒有理由會產生這些正面的果效 那這個一定是出著聖靈 才能夠更新人的生命 提升人的靈命 令到人很愛主 這個牧師有一次我跟他見面聊天 那他都說你很熱心愛主 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是很熱心愛主,很毀身 那有什麼證據 這個是邪靈呢? 但是他就不回答我 這些全部都不回答我 那很可惜有這個情況 那我講到就是 如果有人有邪靈 不知道我經歷是不是聖靈 因為邪靈很簡單 你看一下是否幫助你和神的關係 你可以奉創造天地萬物的真神 還有呢 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 為世人釘死 襲事駕上的耶穌基督 還有呢 聖父聖子所叉營的聖靈的名 去祈禱求神去分辨 如果這個是邪靈的話 求主耶穌難所 這些邪靈的工作 如果是聖靈工作呢 如果聖靈工作呢 如果聖靈工作呢 就容許聖靈的工作 繼續加強在我們身上 那我們這樣祈禱的時候 發覺聖靈是會繼續加強在我們身上的 所以證明這個是出自聖靈 不是出自邪靈 並且我們發覺會有動力去改變生命 去拯救靈魂 也都是幫人去遵從聖經的 所以這個不可能是出自邪靈的 好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身體 譬如覺得遙動 或者我們為人祈禱 他們又覺得身體遙動 那我們就可以好像我以上那樣解釋 解釋為什麼身體遙動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祈禱的時候 身體遙動呢 是來自聖靈 就不是來自邪靈 然後就說你越親近神 你會發覺那個遙動越加強 你會越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省 喜樂、愛、能力、生命的更新 或者是醫治 那你知道是聖靈的能力在你身上 那你越在這種聖靈的運作之中 你會發覺整個生命被提升 整個生命被神更新改變 那這個呢就證明這個是神的工作 並且是會祝福你的整個生命的 那我們就邀請人去繼續去愛慕神 那訓練他們怎樣為人祈禱啊 那首先當然建立他們和神關係 還有呢 處理生命中各樣的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任何的罪被人影響這些地方都處理 那然後呢就操練為人祈禱的時候呢 就發覺有能力了 那就盡量去保持 盡量去保持的時候呢 那就會加強聖靈的臨載 加強帶著能力去祝福別人 那時候呢 他將來傳呼音了 或者是建立人的靈命 他為人祈禱 然後呢就很重要一點就是 請他去研討之後 祈禱過程呢都邀請他 全心用整個心靈愛慕神 感激神 整個生命毀身跟從神 求耶穌更新他們的生命 改變他們的生命 全心這樣親近神 愛慕神 帶來精靈更強烈的同在 就邀請那個被服侍祈禱的人呢 都投入去愛神 這樣呢 神的同在是會加強的 就會 就是他們 這個運作呢 就可以帶人信耶穌啦 就是經歷了之後就告訴他 你所經歷的問他有什麼經歷 然後解釋給他聽他所經歷的 都是來自聖經所講的 聖經講到有平安喜樂興散 這些都是聖經所講的 那我們呢就保持這個同神的關係 可以更新人的靈命 更新人的靈命呢 被神去更新改變使用 那就是說 就訓練那些基督徒呢 去傳福音 更新人的靈命 那他們就 就是幫助人進入大使命 跟從大使命 那整個靈命都更新 整個靈命都改變 這個呢 就是在聖靈中運作 不單止我們運作 我們訓練人運作 那就會興起基督徵兵 因為他們會更加發覺 就算他們 譬如一些才幹啊 知識啊 能力啊 都不強的 因為有很多人呢 就覺得自己 知識不強啊 他就覺得他們沒有份 可以參與事服 但是我們就告訴他們 你親近神 有聖靈的能力 你可以帶著能力祝福人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首先我們自己經歷 還有我們幫助的人 都幫他們經歷 幫他們保持聖靈充滿的能力 還有幫他們怎樣運作 這個呢就是我們去訓練人 也都可以有一些聚會 一起大家愛慕神 感受聖靈的臨在 感受聖靈更強烈的同在 然後呢就 就是互相祈禱 感受聖靈的臨在 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 就是大家更加敏感到 什麼時候是 投入祈禱 什麼時候是聖靈強烈的充滿 就會更加容易呢 是為人祈禱的時候 去經歷聖靈的 那譬如我去到宣教呢 或者我們的聚會 我都幫些人集體去祈禱 愛慕神 感激神 親近神 那你就會發覺 當集體祈禱 投入經歷神的時候呢 愛慕神的時候 神的動作會加強的 譬如曾經有一個 三個禮拜之前有個姐妹 就在聚會中就開始講謊言 然後上個禮拜呢 就有人呢 就是都是靈命的更生 笑了很久 那就是神的喜樂 很大的充滿祂 那這個都是 聖靈會臨在祝福別人 就是當我們集體祈禱 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整班人都渴慕神 這個心靈呢 不是倒空的 而是 歡喜神 感激神 學習 喜歡神 從心底處 很喜歡神 神你真是好 我很歡喜你 我感激你 我讚美你 我喜悅你 我欣賞你 我願意聽你的話 我願意走你的路 有這種心態的時候 神就會大大的 更大充滿我們 就是不只是思想的祈禱 是心靈的祈禱 用心發出 整個魂與靈 整個思想 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整個意志我跟上耶穌 感情和神建立一個心的感情 喜悅神 當我們在這種祈禱 整個心靈去愛慕神 的時候 聖靈更大的充滿我們 我自己一做到 什麼時候都是 從心靈發出 即時發覺有能力 即時起落 湧流 這個是需要練習的 在這種祈禱 最好就不要 冷講誤性的說話 譬如說 阿神 幫我們健康 我有糖尿病 我有失眠 我的朋友有什麼問題 即逐樣逐樣去講的時候 就變成了一個 注目在問題 我也鼓勵人 為人 就算他有病祈禱 也不需要不斷講他的問題 反而是多些去帶他去愛慕神 享受神 那神的同在就會加強在他身上 這個就是 很多事情我們都會做的 那麼 我們昨天看過經文 我今天講的主要就是 怎樣加強恩高 還有怎樣訓練人 他們都可以有這個能力 不單止是為他祈禱經歷 是訓練他下一代 也訓練他下一代 你怎樣再訓練人 繼續去 一路發揮下去 就是訓練下一代 就是說 我現在訓練你 你懂得去訓練人 然後呢 你第二天 你訓練那些人 不單止自己經歷聖靈 他們會訓練下一代 總之下一代的 總是會繼續有這個 心智 去更新更多人的靈命 幫助人在聖靈的運作 事奉就會更加得力 而在馬克呼音十六章 第二十節 二十節那裡講到 就是 用神跡隨著 正實所存的道 就講到神跡歧視的目的 就是正實所存的道 所以這個目的 都是更新人的靈命的 當我們為人按手祈禱 那些我們都可以去 就是有機會自己先做 不要先找牧師做 自己先做 那麼我們就會對神的 同在和能力更有信心 因為我曾經為人趕邪靈的次數很多 所以我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了 是很放心去做 不擔心 很相信神一定做功 只要我們信神 親近神 愛神 處理生命 邪靈一定要走的 什麼邪靈多強都好 邪靈總是說我不走 我不走的 但是我們總是深信 耶穌一定得勝的 那麼當我們有做過這些的 趕邪靈 或者為人祈禱 他病得醫治的時候 會加強我們對神的信心 整個靈命就會提升 也都被神大大的使用 那麼所以我們自己 首先自己時時期身土 都經歷聖靈 經歷神的平安興省 從心底説呼叫耶穌 多謝耶穌 啊你多謝耶穌 越是這樣祈禱 神的同在就越強烈了 那麼而聖經 馬可福音16章 我們昨天講到的就是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耶穌的命趕鬼 和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由這個經文 我們知道耶穌的心意 是所有基督徒 都去為人按手和趕邪來的 因為耶穌說 信的人都有神職除了 所以所有信耶穌的人都可以 這個信也都包括兩方面 一個就是所有信耶穌的人 會有神職 第二個就是 相信神可以今天都行神職的人 因為當人相信的時候 他才會在這個聖靈的能力中運作 如果那個人不相信的時候 他看到人有病 那他祈禱呢 都是覺得神都不會醫的了 就是心裡面覺得不會醫的 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祈禱呢 那個力量是不大的 他也沒有這個意念 很多基督徒沒有這個意念 就是可以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神有普通的同在和強烈的同在 當我們集體投入的祈禱 神的同在會加強的 那麼支持的經文在哪裡呢 在薩姆爾記上十章和十九章 都說到有一幫先知門徒 是薩姆爾所訓練的 他們在集體討告的時候 蘇羅一去到馬上就受感說話 變為新人 還有呢 後來蘇羅要追殺大衛的時候 他雖然經歷聖靈 但是他不聽話 那時候呢 他去到這個薩姆爾的先知門徒的群體 他即時有受感說話 就不再去捉大衛了 就躺在那裡一天一走一夜 那這個都是神可以做的工作 那這個集體祈禱的能力 和初期教會他們集體祈禱的時候的能力很大 那這個都是我們可以今天去做得到的 那就是說 我們其實個個都是在聖靈的能力中運作 如果個個基督徒都這樣做 那我們的果效是很不同的 那在聖靈中運作的祈禱呢 我們盡量為人祈禱的時候 不要幫他注目在他的問題 有時候呢 有些人祈禱呢 他就會在那裡說說說很多事情的 你很慘啊 你很受傷啊 你很多痛苦啊 很多憂傷啊 前景很灰暗啊 他講出他的問題 那那個人可能會哭的 因為有人看出他嘛 但是這個只是 他不是自憐的哭啊 他不是 他不是 就是覺得有人安慰他的哭啊 不是 未必是經歷聖靈更新他的 反而我們可以說 主耶穌知道我們的痛苦 耶穌陪著我們 總是講耶穌或者是天父 神 神現在在同我們一起 他知道我們的痛苦 他會安慰我們的 我們就多謝天父 天父釋放我們的心靈 天父拿走我的重擔 耶穌啊 你來吧 我歡迎你啊 你醫治我吧 拿走我的煩惱 一方面 我有時候提及他的問題 但是我一定會提及神 就是應該說 每一句我們盡量都是講到神 就不要只是講他的問題 然後這次主要講到那個運作 就是在聖年中的運作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OK 如果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那我們就祈禱一下 大家都投入祈禱愛慕神 感激神,歡喜神 全心喜悅神 以神為樂 也都求主幫我們有勇氣 有勇氣去在聖靈中運作 那你來到我們的聚會 星期日下午的聚會 你是可以受訓練 去怎樣經歷聖靈 和為人祈禱經歷聖靈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聚會 會做的其中一件事 那你當你做慣呢 你就翌日你就要信心 有膽量去做 OK 我們一起來放鬆的人 感激耶穌 聽說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充滿慈愛 充滿恩典 你很愛我們的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有神真好 有神萬事足 神是凡事祝福我們的 我們專心愛你 我們專心感激你 讚美你 我們歡喜你 神你最好 世上沒有一個人像你 在世上人對我們好 因為神的愛 神創造人是有感情的 神創造父母有感情 但是我們看到父母的愛 和神的愛是沒有得比的 神的愛是完美的 是極之強烈的 也都能夠凡事祝福我們的 能夠醫治我們的心靈的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我們全心感激你 讚美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信靠你 我們挨著你 主我緊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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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我生意我靈 主我緊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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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我擁抱 我只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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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到首歌 或者唱的時候 不要這樣唱 一邊唱的時候 心一邊歸向神 這個就是靈的禱告 整個人 整個人 靠著耶穌這樣 很歡喜神 這樣的心態 求主 射免我們一切的罪 結淨我們的靈魂 求主拯救我們的靈魂 更新我們的靈魂 我願意給神使用 主我緊靠你 我們挨著你 主我緊靠你 盡我生意我靈魂 主我緊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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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感動我 我心 將我的擁抱 我只靠你 我只靠你 屬於你 我只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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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減造我 我身 將我的擁抱 我只靠你 將我的擁抱 屬於你 我只靠你 我只靠你 갔到你 我只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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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你 我只靠你 自贵 主要我们全心爱你 全心感激你 赞美你 欢喜你 有神万事足 神能够凡事祝福我们 求主帮我们 专心爱你 感激你 赞美你 此时喜悦你 数算你的恩典 整天数算神的美好的恩典 我们心里就欢喜快乐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好 天父真好 天父你真好 我们全心感激你 赞美你 多谢你 喜悦你 我们欢喜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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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都可以一起 去呼叫耶稣 好像将心里的重担释放出来 并且整个心灵去涌向神 这个方法是 有很多人一做 就会可以经历喜乐的 就是一个心灵的深处 发出对神的喜悦 哈利路亚 在心灵发出放松的心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天父真好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希望大家放点 放点 投入点 主耶稣 多谢你 多谢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欣赏你 我们喜欢你 有神万事足 神真美好 神真美好 我们就全心爱你 感激你 赞美你 欢喜你 神你真美好 我全心爱你 全心感激你 全心欢喜你 我们以神为乐 神是我们的喜乐的来源 Om 耶稣 耶稣 我爱你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我们平日都习惯 整天数算神的恩典 并且放在记忆之中 整天记得神怎样赐给我们健康 让我们成长的过程 有机会读书 有机会学习 有机会信耶稣之后 各方面的学习 认识神 认识圣经 认识做人的道理 怎样有智慧 有聪明 有喜乐 处理生命 我们都感激神 帮助我们活在平安喜乐之中 感激神怎样保护我们 神怎样供应我们 神令到我们的生活 是一直提升的 能够祝福更多人的 我们曾经传过福音 或者带过信耶稣 或者带过他 在灵里成长 我们就感激神 我能够做在弟兄身上 神你一定喜悦 神一定永远赏赐 永远远远 亿亿亿万年 都在不断赏赐我们 因为我们曾经帮过这个人 我们就继续去帮更多人 我们不会停留在这里 我们说 我帮了一个神喜悦 我更加帮其他人 因为我很想更多人得着神的恩典 神的救恩 神的更新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耶稣我们喜悦来 我们感谢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享受你 我们挨在你的身上 我们喜欢你 有神万事足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赞美天父 赞美天父 阿里路亚 主耶稣你真好 神赞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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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 神赞奇妙 神赞美好 神赞美好 你对我真好 主耶 我们欢喜你 我们感谢你 你对我们真好 你今世对我们好 你永远在永恒里面 更多的恩典 要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想到将来的盼望 我们就欢喜快乐 将来我们天上 可以直接 跟神沟通 直接享受到 神无限量的爱 真是美好 我们所有为神做的事 在永恒里面 永远得上次 真是美好 我们都今生得上次 能够见到人 因为我们的缘故 而信耶稣 而爱耶稣 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 感谢主 使用我们 我们真是梦福的人 我们都叫更多人 能够进入天堂 并且得着神力的喜悦 和赏赐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这些机会 去服侍你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你一定欣赏我们所做的 一定加力给我们 一定更加祝福我们的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